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遗忘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真正的被动收入其实是我们头脑里的知识 大家都知道我2020年的愿望是什么 我年头已经发出去了 我说今年一定要积攒很多很多的被动收入 从年头就开始搜刮 然后整合各种各样的被动收入都有什么 但是数来数去就那几种 按理说现在其实房产也有了 股票也有了 然后公司也有了 就是反正我能想到的一些被动收入 我都在不停的在收集在增加当中 为了自己的退休生活而做准备 然后特别是股票 因为以前就是只是托中介去买一些股票 对股票并不是很深层的理解 那今年我觉得我应该认认真真的去学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说股票里面 有很多的询问在里面 为什么又有的人说好像只是买回来 放在那就好不用管 那我就开就是我基本上从年头到现在就一直在研究股票 而且我之前拍过几个视频 就是我现在比较喜欢短炒 因为因为我觉得你把一笔钱放在里边 资金压在里边 里边然后你就是不动它了 它就会在不断的往里给你增钱啊 但是对于我这种特别喜欢每天就是折腾的人呢 我就特别喜欢每天看盘呢 每天学东西 虽然说现在目前为止呢 就是说我觉得简直是真的是见证了历史啊 在我打算学股票的时候竟然碰到股灾 然后在这个股灾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在里边像小船一样 在大浪在大海里边就是翻来覆去 学到很多东西 可以说非常幸运的是在这次股灾当中 我是没有赔钱的 甚至还挣了钱 当然对于一个新手来说 我觉得那可能是运气更多过于知识 但是我确实是下了很多的很大的功夫去学习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现在呢 对于这个股市呢 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是已经基本上摸透了股市里边的一些 就是一些规律啊 而且呢 如果我们依照这个规律来走的话呢 基本上是可以 就是说我进去能捞一笔出来 当然这只是一些小钱零用钱 大钱我也不敢 因为新手嘛 谁也没有说股票就肯定 你进去就稳赚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技术性的东西 信息性的东西还是有一定帮助 它是有一个规律在里边的 当然我依然还是在摸索当中 我依然没有这个资格给大家讲 关于股票上的东西 但是我自己开始慢慢的摸索出一些规律来了 大家都知道 以往最厉害的就是什么 就是摸索规律啊 所以呢 我们最近就在摸索股票里的规律 那通过这个学股票过程当中呢 也让我深深的体会到 我觉得我在就是我当我选择短炒的时候 我发现的是我终于学会了一个新的技能 就是说我在股市当中我可以用我的技能进去 在短时间之内 比方说一个人在这边一天的工资可能是200澳币 那我可以进去花十分钟就把这200澳币给挣出来 那我感觉 我又学会了一个挣钱的技能 当然这个不是说稳赚的 我这意思是说 这至少是一个技能 就是说可以是有根 可以说有根有据有理 推算出来 并且可以 并不是说像赌博一样 我只是凑巧 不是的 其实它是有规律可以帮你换算出来的 或者是找到这个运作方法的 那所以我就开始思考 我说我今年一直想的是要被动收入 被动收入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然后呢 这个东西就不断的往里给你进钱 然后呢 最近这两天又没事的来呢 我又在家看一个连续剧 看什么呢 就是我以前看过的了 但是我觉得特别有趣 轻松嘛 我就翻出来看 叫做绝代商交 商人的商 绝代商人的商 商交 是王子华拍的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一个影片 里边呢 讲的就是一个 就是股市财子啊 股市财子 两手空空 兜里只有五块钱 有没有十美金的啊 然后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就生存下去了 虽然整个影片就比较轻松愉快 有点讽刺的意味 但是 它的那种生活就给我感触特别大 我觉得 什么是被动收入 其实 像我自己本身 我觉得我能想到的被动收入 我都在不断的收集它 可是真正可以放任不管的 很难 真的就是股票吧 股票你也要去看吧 那房产你也要去打理吧 然后很多公司 公司虽然我不用上班 但是我也要去 密系在这个公司上 公司的大起大落什么的 我依然是要去 去涨舵的 对不对 所以 我在一直在思考 什么是真正的被动收入 而我就忽然想到的是 比方说我现在在做YouTube 我现在在做一对一辅导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被动收入 因为我任何时候 我的头脑里的知识 它都可以变现 就像昨天在那个我的微信里边 有一个观众朋友就过来跟我说 说一望 我要跟你学情绪管理 我说啊 好啊 我说我有课程 然后他说我想学完教别人 然后我就说 我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人 需要你帮助吗 他说不是 我想把它学会了变现 我说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我说可以可以 但是我说 这个做老师呢 也要看个人的资质 并不是说以往资质多好 而是因为我在这方面 下了很大的功夫 花了很多很多年的时间去研究 所以现在就消有成果 所以我可以把它用来去帮助他人 当然是这个并不是说 你现学现卖啊 你现学到一些东西 马上就能卖给别人 不一定的 因为很多东西要真的是自己参透了 你才能真正的去 就是 当你遇到各式各样花样式的问题的时候 你才能知道怎么解答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就感觉 最大的被动收入是什么 就是我头脑里的知识 就像我拍影片一样 源源不绝 我想拍多少影片 就有多少影片 来找我辅导的人也是 你来多少问题 我都可以源源不绝的去回答你的问题 所以在而且这些东西是可以 在我愿意把它变现的时候 它可以变现 也就是说 就算以往现在身无分文的情况底下 我依然可以靠我的知识去把它变现 所以其实说实在的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一直都在努力的想 去寻找财富啊 挣钱啊什么的 但是钱呢 它是一个流动性的东西 它会来到你的口袋 也会离开你的口袋 因为你要去花掉它的吧 对不对 所以资产也是 有些东西你 你纳入到你的这个资产列表里边 你要去保管它 你要去打理它 要不然它也会流掉的 是不是 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被动收入呢 到头来想来想去 真正的被动收入 就是你脑子里的知识 所以现在 特别是现在 在家隔离的情况底下呢 很多人说 哎呀很无聊啊 没事干啊 怎么怎么样 我就说 我说你应该学习 找一个技能 去给自己去找一个技能 然后用心的去钻研它 把它变成一个你可以 我可以跟大家说啊 有些时候并不一定说 哎呀我要有这个天分 或者是我一定要有这个进去 这个东西我才能真正的变成我自己的 或者我才能把它运用起来变现 其实也不是的 我觉得关键的一点就是 你认定一样东西 并且全身心投入进去 扎扎实实的去研究它 不管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 不管你想学这个东西的理由是什么 它必定都将会成为一个 你将来头脑里的被动收入 因为包括股票一样 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学股票 但是我说我今年要增加被动收入 我就开始研究股票 而且我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天天在股市天天在搜索股票的资料 每一个细节我都去研究 每一个不懂的我都去问 都去看都去查 然后就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我感觉我已经拥有了一个很好的技能 而且这个技能当我学 就是基础的东西我学会以后 我可以根据这个基础的东西 开始慢慢慢慢的研究 和摸索出一个属于我的方式 摸索出其中的规律 然后呢 我可以用它来挣钱了 说不定哪一天 我是这么说啊 当然股市绝对不是像我说的那么简单 但是我是说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摸出好了这个规律的话 我可以有一天 我今天需要几百块钱 我到股市里边赚一圈 这个钱就已经出来了 就套现了 那当然这个idea 这个想法呢 也是在那个绝代商交里边 它给我的 我觉得这个电视 虽然说是一个喜剧片 但是给大家 就是给我们的思维方式 对金钱的思维方式有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换 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啊 名字叫绝代商交 商人的商啊 所以当我们真的拥有了被动收入在这里边的时候 你的人生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对不对 你走到哪里 你都有用技能 特别是在澳洲 为什么澳洲的蓝领挣钱要比白领更高呢 因为他们可能不一定读书读得多高 但是他们手中有一个技能 而且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西人朋友 他也说他家的孩子呢 女生啊 你可以选择读书或者不读书 然后只要你加个好老公 就你西人也会这样想法啊 就是你能把家里照顾好 把这孩子照顾好 也加个好老公 做一个好妈妈 也是可以的 但是男生必须要去学一门技能 因为这个他的爸爸本身就是开这个建筑公司的嘛 他说我不要求我的孩子 说是你读书多高多高 但是你必须要会一种技能 而这个技能足够可以支撑你这一生的生计啊 就好像我的肌腹一样 他就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嘛 然后他算一个正宗的画家 他的一辈子就是拿起一只画笔来 一辈子 从来就说他来澳洲 人家都说从洗碗打工 洗碗洗碟子开始 但是他就一直是靠他一只画笔来 就是供养了他的一生 所以我们人一生当中这个技能身上一定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能养活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用到的技能 这个才是源源不绝的被动收入 这个被动收入就是说任何时候我想要钱的时候 我只要去做一点什么 钱就来了 钱就来了 这种感觉其实可能我这样说 大家不能感受到有多么强烈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上班 每个人身上可能都是在有多多少少有一些东西 但是不一定能像我说的哎 我想需要钱的时候我去做我就有钱了 但是我现在是可以深深体会到的 因为我在做YouTube 我在做一对一辅导的时候 全部靠的是我脑袋里的知识 所以我深有感触 再加上我看了那个绝代商交的那个电影之后呢 我觉得我更加相信啊 因为他的演员在里边就是一套衣服 从一年到头穿到尾 吃饭是不花钱的 虽然觉得就是很搞笑了 但是呢 但是呢就是里边的理念 我是非常非常的认同的 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闲聊一下 讲一下真正的被动收入啊 其实是我们脑子里的知识 大家应该去认真的去思考一下 你应该去学些什么 你应该去拥有什么 这个东西可以让你安心的度过你的人生 好了 今天讲到这里 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